好,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拋物線的正交旋 我們來證明 這個拋物線的正交旋 是等於4C 我們看這拋物線怎麼決定 就是我給一條準線 一個交點 然後這個 動點到達交點的距離 跟準線的距離一樣的話 這些點構成的距離我們就要拋物線 正交旋的話 它是垂直於通過交點 且垂直於主軸的那個交旋 那個交旋 我們知道 如果它跟主軸垂直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等於多少 這是等於C 這是頂點 頂點在到達準線的距離也是等於C 好 然後呢 我 然後這個 這是交點嘛 那我做垂線 做跟主軸互相垂的垂線 得到這一點 這個距離我就要歪好了 這是垂直 這樣的話 那我們知道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因為這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這也是2C 那既然是2C的話 所以這也是2C 為什麼 因為這一點 到達準線距離 跟它到達交點距離一樣 這是半個的交旋 所以整個交旋就多少 就是4C 所以這樣就證明了 所以這就是5C 這就是5C 4C 4C 5C 5C 谢谢大家